我刚刚来的时候 刚刚有听到凤馨在讲这个事情 那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记者出身 我从来没有把机密当过一回事 因为我觉得我判断的理由是 这个东西公众到底是不是要知道 而不是他是不是机密 这个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公众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 就算你是机密我也要报 顶多我到时候被你抓去关而已 最多就是这样 而不是说因为他是机密 所以他已经危害到众人的权益 我还是装作不知道 这个是不对 那当然徐晓鑫是民意代表 他不是记者 所以他的考量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是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所谓的机密文件 是发给113个立委每个人都有 有啊 大家都 江琪就说他也有拿到啊 大家都有 然后你知道后来我问了好几个 他们说其实他们都有拿到 只是因为给他一叠 所以没有人看到 没看到是不是 然后大家是没看到 很多人都没看到 对啊 因为每次来就一叠嘛 所以他们不可能每一件都看嘛 所以就没看到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那我请教 大家不觉得很怪吗 徐晓鑫那天这样问了吴钊燮之后 如果你是吴钊燮你会怎么回答 就说委员这个东西可能不方便 在公开场合跟你们说明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到你办公室去跟你解释一下 对 而且这个我们这些都已经发给各个委员了 这样不就结了吗 对啊 是啊 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那吴钊燮为什么那天突然之间 好像谁戳到他屁股一样 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他在跳什么 然后在那边嗆哭他说什么 你去把我送办这个藐视国会啊 在那边一直跳声为什么 然后后来还写一篇文章说你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你自己都已经给了所有的委员了 然后你说空穴来风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不 你不觉得你觉得他的反应是超诡异的 正常人不会有这种反应啊 那要么就是吴钊燮要去看医生他非常不正常 那要么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戳到了他的痛点 他不希望有人提到这件事 第三个会不会是因为徐晓鑫 今天如果是国民党的其他立委问的话 可能反应就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没办法判断 其实那天徐晓鑫问的 不像他平常问的很西里 他是问的很平和的 他故意用的很平和的态度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吴钊燮何必这样去做 可是他就是这样做 然后我们刚刚也谈到了 有什么理由 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捐赠给乌克兰 我们跟乌克兰不是没有联系管道 因为战争已爆发没多久 吴钊燮就洋洋得意 直接跟乌克兰那个西埔市长连线了 所以我们跟乌克兰是有联系管道的 那过去也捐赠过好几批给他们物资 那为什么这一批要这么特别 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 这个运送是武器 那真的需要低调机密 但这种东西你可以去跟委员解释 你犯不着用这么高调的方式 你用高调的方式 反而容易让整个事件曝光 那偏偏这个就是一般的医疗这些相关的资财 那这一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 透过捷克来做这件事 我想不通完全没有道理 老实说啦正常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 就是要让捷克中间的人转一手才会这样做 就是这样的而已啊 不是吗 我觉得是要让台湾的赚一手 台湾也要赚 捷克那边也要赚 对啊 不然干嘛这样就要一圈回来有毛病了 对啊 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的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们外交上经常 我就直接讲 我们经常要去贿赂其他国家的民意代表跟官员 这个是全世界都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每年都在贿赂美国的参中医院 只是那个美其名叫什么赞助或政治现金或是对啊 那实际上就是贿赂他们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那捷克因为跟我没有邦交嘛 然后他的情况又相对来讲 台湾一般民众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如果外交部是想要借这个机会 挪一点金费去打通那边的关系的话 我可以理解 我其实可以理解 我也不觉得这是犯罪 因为这个台湾的外交情况特殊嘛 那你可以好好去跟人家讲嘛 你为什么要一下被问到就暴怒 然后在那边暴跳如雷 然后要去告人 正常来说如果你是真的 那是一种迂回性的外交的话 你怎么会选择提告这条路 你因为你这样等于是把事情闹大 而且不要忘了你既然提告了 徐晓鑫总不会呆呆傻傻都不作声吧 他接下来一定会拿出更多证据出来 他后来就来了 是然后检察官那边是要审核所有的证据 那你不是所有事情都曝光了 请问一下这样对外交部有什么好处 所以告 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是极端重要的机密的话 你根本不应该选择用告的 这不是很怪吗 那我也直接在那边预言了 可能跟有些人的反应不一样 我认为绝对告不成 我认为绝对告不成 因为第一个嘛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叫 已经揭露的机密不叫机密 就是这个捷克官网也公布了 吴钊燮去年12月发过新闻稿 就讲过这个事情 那请问一下这有什么机密可言 完全没有任何机密可言 对啊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裂密等 反而监察院应该主动去调查 外交部为什么滥用机密 你为什么把这么莫名其妙的事 也把它列为机密 这不是在搞笑吗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正常的检察官 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会反过来检察官是有主动调查权 反过来调查你外交部 是不是有人从中在搞鬼 你不要相信台北地监署 有这样有杆子的检察官 我知道 我会说正常的检察官 但现在他真的不太正常 抱歉 没办法 这个我知道他们的不正常 不是他心里不正常 而是物理上的不正常 被人家压迫到不正常 就是这样的而已 所以我跟你讲 这整件事情其实在我看来 是超清楚的 我觉得非常明显 徐晓星当初会去质疑这个东西 老实讲也是一看就觉得很奇怪 完全不符合常规嘛 因为说真的你就算是想要照顾 我们台湾自己的厂商 你就直接外交部跟他采购就结了 对啊 而且我说真的啦 正常在因为我们把援助乌克兰 讲到的人道 台湾在国际上要露脸了 这个时候其实根本搞不好 政府一毛钱都不用出 我们直接号召台湾厂商捐助他 一定很多厂商会响应 会 会 你根本外交部都不用出钱 那为什么不做这种事 反而要这样转过来 弯过去去搞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中间肯定有问题 那问题是他们蠢到 肯定有问题的东西 你还在采取告人的方式 那就来吧 OK的 我们就看这件事情到底有闹多大 我跟你讲其实这件事情 不会影响到我们邦交 不要听民党在那边鬼扯 为什么 第一个这些国家跟我们玩 本来就没有邦交 所以怎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邦交 根本就没有邦交 第二个捷克是什么好东西啊 忘记上次捷克的议长来这边 我是台湾人 回去就支持一个中国 我就这样吗 捷克就是这种德性啊 那你对他还有什么期望吗 老实说不要听民党在那边鬼扯 这件事情没关系 进入司法程序又进入司法程序 在我看来正常的检察官 应该是直接纤结或不起诉 那如果遇到比较不正常的检察官 那起诉了我看法官怎么判 说真的法官要判他有罪 我真的觉得极度困难 但是我们就看看 我们的法官是不是也不正常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